我們只要有練習題的話 比如說這邊有練習題 那就會有雲端白板裡面 文字與資料函數 它只要這個是練習檔 那上面的話就有藍色的就是 我們的參考答案 所以每一題基本上都會有參考答案 那如果說你想要多學的話 反正你有時間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題目的邏輯 然後怎麼解答 可以先試試看 比如說後面我們還想到像 像這一題吧151的解取 包圍內的四串 你可以自己先打開來看一下 這個邏輯也非常簡單 這個邏輯就是說 A欄是我們要的資料來運 B欄是我們要的結果 那只是說這邊已經有答案了 你可以把這個答案給delete掉 試做看看 怎麼樣把什麼呢 包圍內的資料 搬到這邊來 如果沒有包圍 那就保持空白 OK 那答案是什麼 Ctrl 我剛剛CtrlZ 答案就在這裡 它裡面會用三個函數 這麼一長串 但是想說 哇這麼一長串怎麼做的 從頭打到我能夠不認 錯誤還真有點難度 不過我講過 像這麼長的東西 絕對不是 一致做出來的 可能可以分成四個部分來做 第一個先找前刮鬍的位置 第二個找後刮鬍的位置 第三個用命的函數 去把它切割 那第四個是 如果裡面呢 它如果沒有刮鬍 它會有個錯誤訊息 那我要把它顧慮掉的話 可以利用什麼呢 可以利用ifl 這個函數 所以會有 四個部分 當然你四個部分 你可以拆成十個階段做 做完之後全部 把它串在一起 那你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 後面有很多練習題 就大概類似像這樣 那這題 一百五十一整百 其實剛介紹的參考用書 有一題 有一個468招 它的一百五十一 就是它的一百五十一題 只不過 像我習慣 我會用它的範例 可是解法 都是我自己習慣解法 可能我會參考它的解法 但是我覺得它的解法太囉嗦了 而且有時候 每個人解 那個邏輯都不太一樣 因為我會習慣用我習慣的邏輯 去解它的題目 但是會用它的 如果它的題目解法還不錯 那我可以用它 可是如果它解不好 那我就會用我自己的方式 來解決問題 那還有那本書它沒有VBA啦 它只有函數 沒有VBA 可是像這一題 也沒辦法 比如說旁邊加什麼 加按鈕按下去 全部自動就完成 是可以 但是它書裡面 沒講到VBA 那我會補充 按在哪裡呢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可以到哪裡呢 到這邊找就有 打開來 那我會告訴你什麼 這個 畫面 裡面會需要用到 12345 這邊都有完整的步驟 而且怎麼做 這邊都有截圖 然後呢 後面當然有VBA的部分 也有寫程式啦 不過我們還沒講到 但是你可以先知道 也不用擔心寫出來 即便寫不出來嘛 反正一樣畫乎乎總會吧 反正 所以我說你前提 一定要把時間留下來 因為這個東西 真的很花時間 但是不是要你背 是要你去做 因為你做出來了 你才會學會 你不用眼睛看 怎麼看 好像會啦 但是你實際上做還是做出來 工作裡面就是 反正你看到什麼問題 可以馬上解決 那真的表示你真的會 OK 這部分後面還有很多啦 不是只有151 後面還有很多啦 怎麼 擷取那個 別的儲存歌裡面有數字 有英文有中文 那如果我要把這三個東西分開來 怎麼做 比如說 我只要裡面的數字 我不要英文也不要中文 怎麼辦 或者是我要裡面的中文 我其他都不要 如果你這些 不會的話 那你就只能說法列鋼 突然剛剛你會花時間 所以可以 自己有時間可以試試看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 雲端上 這一題有沒有答案 也有答案 所以剛剛這一題 雲端白板裡面 也有 相關程式 剛剛的 當然 這部分跟 講義裡面 也會有一些重複 但是有一些不會重複 像Value這個敘述 OK 有一些可能 沒有講到 也許有興趣 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剛剛這一題 除了說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IPT 下LEM 之外 我們還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所以這邊把它複製一下 因為我練習的時候 習慣 保留舊的 那可以把工作板複製 所以我習慣的是 拖拉這個 按Ctrl-A 放開 這邊又複製一個 這一招是複製工作 最快的方法 不然以前你按右鍵 然後移動或複製 然後打工後要放前面要放好麻煩 偷拉按Ctrl鍵就好了 這一招比較快 那這個方法你可以什麼 把它改成 用 TEST的函數 TEST函數怎麼做 我把這個範圍 先刪掉 Ctrl-Shift向下 列車 這樣比較快 Ctrl-Shift向下應該會吧 如果你要選取 這個範圍 優標放這裡 Ctrl-Shift按住 先按Ctrl-Shift向下 它就會把這個範圍裡面 直到最下面的範圍 通通幫你選起來 按Delete OK 這樣會比較快 不然以前你可能要用滑鼠 很容易超過 那又不準 所以這招會蠻快的 Ctrl-Shift向下 把這個範圍先選起來 之後重新做 那我講過了 你可以 格式部分 按右鍵儲存的格式 置地的部分 打三個零 但是這個只會改變 表面上的格式 如果你要真的改的話 你可以在旁邊 插入函數可以練習用那個Test函數 這個Test函數是真的幫你改 那Value就是這個 這個 過來才80 但它裡面只會改表面 如果你要改 Formate Test 就是 你的那個格式是什麼 我們剛剛是三個零 所以你可以把三個零打上去 但是特別注意 移開 理論上它應該幫你加前後雙以號 但是它沒有 它要一定要Test 所以 請你自己一定要 補一下前後雙以號 因為它不像那個if 不是一開會自動幫你加 但是 那個if比較貼心 這個沒有很貼心 這個 所以我常常有同意遇到說 他習慣有人幫你加 但是這個不會 請記得 這個很容易出錯 按確定 080 那這個時候 如果經過Test 轉換的話 那它一定就是一個文字 OK 那我們利用同樣的做法 我們可以怎麼 一樣等於 09 然後 and換接 這個 然後再and 其實前面都一樣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 等於先做 那and後面的話 先打過好了 先到這邊 前面都一樣 後面哪裡不一樣呢 and 那我可以用 Test函數 錢瓜糊 跟大家講說 這個儲存的裡面資料 後面呢 請你揍點 第一個是你的值 第二個是你的format 記得是雙引號 三個零 雙引號 後面後瓜糊 打勾看看 084 那你向下填滿 028 036 所以一樣的道理 這個地方 你可以and從這邊 減的符號 再複製一下 把它貼到後面之後 把G4 改成H 那這樣打勾 向下填滿 OK 那這樣的話呢 你會發現 好像用 Test來做 似乎簡單很多 有沒有 而且不需要 像剛剛還要用3去減 誰會想錯用3去減 所以 基本上呢 因為你的邏輯啦 所以有的時候 我直覺想說用3去減 那 可是不會想到這個 後來我想 對 更簡單的方法 用格式化就好了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會示 我會想知道 你不能再接受 我會想到這個 都不放在那邊 所以我會想到 你不放在那邊 一個人 我會想到 我會想到 你 那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